Resident 它是个名词 它的中文意思呢 我们翻成居民 在看这个字之前呢 我们先来看这个字的动词 这个字的动词呢 我们念成reside 那reside这个字呢 我们把音节分一下 re一个音节 side 我们这边念成side 因为它是个动词 那从这字面上我们看到呢 side是旁边 那我们常常会说呢 我们家呢 住在呢 运河边 我们家住在山边 所以你可以用这样子呢 来帮助你记忆 所以住在什么的旁边 居住在什么的旁边 那我们这个字呢 就念成reside 它的意思呢 就是居住 那这个reside这个字呢 它是属于一个比较正式的字 那其实呢 它的意思呢 各位如果比较 应该都了解 这个字就等于live这个字 那live呢 我们就比较口语 所以我们先来看 这个单字的例句 Greg resided in Japan where he worked as an engineer for more than 10 years that's why he speaks good Japanese 好 那我们看这个句子 他说呢 Greg resided in 那这边特别要提醒同学了 好 这边呢 reside in reside因为它是个不及物动词 所以呢 当我们说它居住在什么地方 跟live的用法是一样的 它们都是属于不及物动词 所以我们都必须要在后面呢 加上一个介细词 那在这边 reside这个字呢 它习惯了搭配in 后面再接一个地方 表示居住在什么地方 好 所以呢 它居住在日本 where he worked as 好 那这word as这个片语呢 大家应该都很熟了 那word as的意思呢 就是担任什么样的工作 或是充当一个什么样的身份 那这边呢 它在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指的是日本 它干嘛呢 在那边当工程师 engineer 就是工程师的意思 多久的时间呢 for more than 10 years 就是超过10年 所以呢 这边 that's why 这是一个很不错的片语 对不对 那就是为什么 he speaks good japanese 它的日文说得那么好 那讲到reside之后呢 来我们接下来回过头来看看它的名词 好 它的名词呢 我们把音节分一下 三个音节念成 resident 刚才是念成side 现在就念成resident 总共三个音节 好 那三个音节 这resident的意思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居民 好 我们来看看例句 the residents on this offshore island are strongly against the building of a nuclear power plant there 好 他说呢 the residents 好 来各位 这边看到 这边一个形容词 直句了 一个介细词 偏于当作形容 当作形容词用 用来修饰前面的什么呢 the residents 好 所以他说呢 居民 什么居民呢 好 在这个 这个外海的 这个offshore off就是离开 shore就是海边 那offshore 就是离开 这个海边的 那我们终于就翻成外海小岛 OK 好 所以呢 on this offshore island 这个外海小岛的居民呢 are strongly against 好 你看这边有个片语 叫做be against 好 be against的意思 就是反对的意思 而他反对不是普通的反对哦 是强烈的反对 strongly 好 他反对哪件事情呢 the building of something 就是呢 盖什么东西 building 这边是个动名词 表示呢 那个建筑或者是盖房子的 这个过程 我们就叫做the building 所以呢 他们强烈的反对呢 这个 盖什么东西呢 a nuclear power plant there 好 这nuclear就是核能power plant 就是所谓的 注意哦 跟植物没有关系 power plant的意思呢 是核能发电 是发电厂 所以nuclear power plant 指的就是核能发电厂 alright 好 所以呢 这就是我们这个单字 residence跟resid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